它是看起來很簡單的 但是幾個要領要去注意到 平常練習要去注意 第一個比方講以側面來做 當我們的手指往兩邊 當我們要勾起來 你看這樣子的時候 這是一條直線 手指往外延伸 現在是一條直線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我常講直線變曲線 變這個曲線 第一個曲線是在手腕 跟手指 所以不要這樣子變 不要這樣子變 這個直線出去 當你的動作這樣的時候 這條線就鬆掉了 所以這個彎曲 勾這個手要指尖繼續往外延伸 你看 指尖繼續往外延伸 然後把手腕拉出去 然後把手肘拉出去 把肩膀拉出去 才成為一個勾 所以你現在做這個勾的時候 剛才那個線連貫這條手臂的那條線 比這個時候還要緊 才對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條線並沒有緊 鬆了 有體會嗎 曉得 曉得 所以這個直線 當我們拉出去的時候 第一個 它都是在線上面 這個拉出去以後 指尖出去 指尖拉出手腕 手腕拉出手肘 手肘拉出肩膀 好這條線拉出來了 緊的線拉出來了 接下來是在這條線上面玩 好這條線形成了以後 轉 先是往大指方向 第二個要領是什麼 第二個要領是 當我們要轉手腕的時候 不要用手腕來轉手腕 要用手指來轉手腕 所以手腕可以保持到鬆活 我們大部分的習慣都是 我要動手腕 我是用手腕來動手腕 這個時候關節就緊 所以要記得這個在練習 八卦拳所有的幾乎都是 以這個藥理 這個藥理來用身體的 用手指在這邊 我用手腕鬆拉開了 手腕鬆 我用手指的 你看我用手指 我用手指來轉我的手腕 這個時候手肘不能動 所以你這個時候 擰緊的從手腕到手肘 那個肌肉 肌肉跟筋變成一個 S 變成一個這種形態的緊 緊了 是不是 由鬆而變 把它做那個扭曲狀 螺旋狀的旋轉 而讓它變得更緊 當緊到 你覺得已經緊到 不能再緊的時候 繼續走 這時候手肘稍微彎曲 繼續走 好 走來翻肩 肩膀 肩要鬆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這邊卡 很久 就是他的肩要動的時候 他一定是用肩膀 他一定用肩膀去翻肩 就翻不過去了 所以肩要非常鬆 肩要鬆掉 用手肘來翻肩 你看肩就可以翻到後面去 肩可以翻到後面去 所以你的肩膀要翻到這個樣子 翻到這個樣子 這邊是平的 這邊你們來摸 這個是往後 摸這邊 這個來摸這邊 這個手 可以摸左跟右 你看這個肩關節是往後的 有沒有 所以他把胸肌往後拉 是這個樣子 那一般你們肩用力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 卡死了 在這邊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骨頭在前面 這邊有一個窩了 這邊就不會開 所以在這邊走翻肩的時候 你看肩鬆掉 走來翻肩 肩翻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時候的肩胛骨 你摸我的肩胛骨 肩胛骨的底下那個肩 是往腰去 往腰去了 肩胛骨的那個肩 是往腰去了 它往下去 這樣 這樣有沒有動 成為這個樣子 肩才有翻過來 大部分的人在這邊卡很久 肩翻過去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要把它再鬆 用意識放到手肘來 肩放鬆 用手肘來翻 如果我幫你翻 你就可以 你肩鬆掉 你看 你肩鬆掉 我來幫你翻肩 我用這一端來翻 這一端的時候 延伸 翻的時候還是要延伸 出來 所以這個關節是可以翻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關節是可以翻到這個地方來 這樣有沒有動 這樣有沒有動 這樣子 啊 對 啊 所以肩關節一定要翻 翻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往前 它往前也是 你從小指方向 你從小指方向 勾起來 你從小指方向轉 也是 手指轉 手腕 到這邊了 啊 手肘稍微彎曲 轉 肩鬆掉 你看 手肘轉肩 肩往前 翻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這邊你就會感覺 後面是往上拔了 因為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是一個 是一個 好像一個旋 旋鈕 肩關節好像一個旋鈕一樣 它把前面的筋跟後面的筋 你這樣的時候前面的筋往後 往上拔 往後帶 力量從前往後 你這樣的時候呢 後面的筋往上拔 後往前 仰往陰走 這是 仰往陰走 這是 陰往陽走 這樣嗎 你的肩可以這樣子動 前後才有關聯 肩不會這樣動 前後斷掉 所以這個是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練習 然後就是 關節到關節之間 八卦拳的凝轉 凝轉 所謂的凝轉 是由關節到關節 是分段凝轉 它才連起來 不是整個凝轉 整個轉 它是轉 它沒有凝 你整個洞 它是轉 它沒有凝 看到不懂 我們的關節 每一段 都是活活的 所以你要凝 你必須從一段 這一段凝了 轉到這一段 這一段凝了 轉到這一段 這一段凝了 轉到腰上去 腰上凝了 轉到腿上去 它凝轉 是從一截 轉到一截去的 看到不懂 所以每一個關節 在那個凝轉 發生的時候 每一個關節 都是 都是達到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 一個極限的 對 極致的那個 那個位 那個位置 這才有凝轉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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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轉的 您轉的 發生 我們的 有沒有一個轉 有沒有一個轉的 東西 好 衣服可以嗎 可以 好的 你來拿 拿這一段 好 你看 這個衣服 這手嗎 身體嗎 如果 只是這個樣子 只是這樣子 它如果是這樣動 它 這個是轉 沒有 沒有 這不是 凝是什麼 如果它那端 拉住的話 這個先長 我們先短 短一點 抓到這邊 這一端 不要動 第一個 這一端 不要動 這一端 動 不斷動 我還要拉 拉住 所以要有一個 往這邊的力量 直線力量 在這個直線力量 繼續的時候 我做這樣子 我做這樣子的 這一端不動 才可以產生凝 凝轉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我這一端動 你那一端跟我同方向動 你這一端也動 就沒有凝轉 沒有凝 這個是轉 要不動 要有一個往前的力量 對 所以凝 對 凝是什麼 你打電 電鑽 電鑽如果是空鑽的話 它那個是轉 對 它沒有凝 是不是 可是你抵到牆裡面 你往前推 產生一個往前的力量 對 它在往前的力量裡面 產生出那個螺旋力 才有往 那個 那個才是凝 那個才叫凝 所以凝 第一個是這一端不要動 拉出一條線 我的方向還是往這邊 產生一個旋轉 這個才是你 第一個 這一端不要動 第二個是 這一端跟這一端 反方向動 這個是更緊 更難的 所以我往 拉 拉出來 我往這動 這是一個更有效的 更有效的力量 雙倍 對 但是這要有一個這個力量 這要有一個這個力量 這兩個對 對 所以如果沒有線的話 如果我要轉了 這個線鬆 鬆掉這樣子 就沒有了 這樣就沒有了 這樣沒有凝了 大致上現在我們練就是這個狀態 對 一般練都是在轉 都沒凝 可是我如果這邊有一截的話 我這邊有一截 我要從這一截 從這一截 這一截它是活的嘛 以走來講的話 所以我這一截要穩住 這一截要穩住 它這個才能轉 就是這樣子 好到這邊了以後呢 到這邊了以後 我這個繼續轉 可是我這個才開始 這邊緊到手腕 到手肘已經緊了 我這個才開始轉 才用它來轉肩膀 所以要一截一截 不然你這個你拉開 因為我們的身體力 力舉很長啊 如果我不分截的話 我不分截 我要從這一端 凝到那一端去 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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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不可能 對 好嗎 中間的關 關節全部鬆 你就這個凝不容易產生 你要在這麼長的這一端 到那一端 產生凝 很不容易 所以要分段 要分段 所以 練八卦拳第一個要分出 分出關節來 一個關節 穩定 手指也是嘛 這個關節到這個關節之間 我動這個關節 我不動這個關節 你看 我動我的手指 我不動我的手腕 可是當我的手指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們之間是不是產生一個凝力了 當它產生凝力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它可以走了 我這個技 我這個技繼續走 手腕轉 手腕轉的時候 手腕轉的時候 手肘不要轉 你手肘不轉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們之間 你看你的肌 看你的肌肉形態 肌肉的形態變成一個這樣的形態了 是不是這樣子 變成這樣形態 到這邊已經很緊了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才走 現在是它到它 所以八卦拳練出來 八卦拳練出來 肌肉型態不一樣 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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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線力的肌肉型態的發展的方向 跟發展的方式 是直線的方式 練收縮力的 練這種力量的肌肉的形態 是另外它往外發發發展的 八卦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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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肌肉跟筋骨 它自然就產生一個這種形態 當你的身體的肌肉筋骨 這種形態產生了以後 你的動作 你不膩也有膩了 那個膩的筋就有了 自然形成 對 因為它裡面的結構 已經形成這樣的結構了 肌肉習慣變成一個這樣的習慣 這個就是功 功就是在改變身體的 改變身體的形態 所以你不同的練法 產生不同的 我們以最粗淺的來講 產生不同的肌肉型 不同的肌肉型態 影響到我們用力的方式 跟我們的動作 跟我們的動作 是不是 久了以後都這樣子 所以練芭蕾舞 你看練芭蕾舞的人 練芭蕾舞的人 一出來這個腳就是向外擺 這是他們的習慣 他們從小練 他們的腳是向外擺 所以練芭蕾的出來 一定出來腳就是這樣子 他的肌肉已經形成那樣子的慣性 形成那樣的形態 所以真的要練八卦 這些功一定要練 肌肉形態才會改 而當我們的肌肉 我們的肌肉從直線狀的 或者從當初突起狀的 拉長變成直線狀的 從直線狀的 再變成凝轉狀的 變成凝轉狀的以後 這個肌肉才能鬆掉 因為以長度來講 是凝轉狀態的長度是最長 你在凝轉狀態最長 把它一放的時候 它就是鬆的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糾起的狀態下 你要講放鬆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那個肌肉形態 本身 對那個肌肉形態就不能鬆的 你直線的 你的肌肉狀態是發展的是 直線的 你也不可能鬆 因為那個長度沒有放出來 關節沒有開構 當我們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關節它會被拉 關節會被拉開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 所以我們練什麼東西 就要有那個身體 身體的結構 那個身體的結構跟慣性 熊就是熊的身體 它的動作一定是 它是什麼身體 它就做什麼動作 動作最厲害 熊不可能做出來猴子的動作 因為它不是那個身體 同樣猴子也做不出來熊的動作 身體的慣性跟身體結構 是不一樣的 中國武術也是一樣 走到很多 所以長拳 你練長拳的 你形成的身體的條件 是這個樣子 你練形意 你形成的是這樣 你練八卦 形成的是這樣 你練太極 你形成的是那樣子 那基本上會產生在你身體的外觀 對 外觀跟你的動作 你的動作 動作一出來 就是你的身體的狀態的呈現 所以這也是中國武術的發展的階段 從用力的 肌肉型型態的 到肌肉放掉變成直線的 長拳就是變成直線的 長拳打拳是不是要鬆 也是要鬆嘛 他那個鬆是在直線狀態下的鬆 還不夠的 還不夠的 然後到很多 比方講到形意 他有寧 他有寧 寧了 到八卦寧的更厲害了 這種寧的更厲害放長到後來 這些一放掉就是太極的身體 太極要在這種狀態下 才能講瘦 不是 它是中國武術發展的階段 不是說誰比誰高 而是每一個 文化就是每一個階段 是踩在前面的基礎往上發展的嘛 那基本上來講 練開始的人剛開始也是 基本上也是 直線 也是要練 把直線練好 就跟我們在做的 你的直線線要出來啊 你這樣子你的直線出不來 你不可能有曲線 所以把直線先做好 一樣要曲線先進就對了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我一直講 中國武術 我們要把中國武術當成 中國武術是一個大門派 裡面是 裡面我們所謂的門派是不同的階段 跟不同呈現的方式 實際上 你不能切斷它 你練長拳的 到長拳完了 就停了 那你就停在這個階段 事實上 你可以再往下去發展 要看老師怎麼教啊 對 所以我剛才講 我們中國武術每個門派發展成 幫派就完 就完蛋了 就沒辦法進步了 那你是練太極的 不管你是陳太極 楊太極 孫太極 你不能從中間往後走啊 你前面 前面你沒具具備啊 沒有用 你要從長拳裡面去找啊 去找東西去練啊 然後練出來長直直線 好的直線 變成曲線 再變成凝 凝轉 所謂的螺旋 或者鏟絲 才會出來嘛 那個放掉以後 才有太極的痠 中國武術 中國武術在我的觀念裡面是這個樣子 我們要把整個中國武術看成是一派 他就是這樣 如果說我就是練這個的我就是這樣子也可以 那你就停在這個地方 可是你是整個中國武術的演變的過程之一 我們可以去專門的把這個過程的東西把它練到非常的專精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們要有這個認識 那加上說是像螳螂的話 練得起來嗎 在哪個階段 螳螂也是從長拳來的嘛 對 螳螂也是從 也是從那個 也是從 直線來的嘛 直直線 可是螳螂後來呢 後來他用了 用了太極或者八卦他螺旋的東西 比方講你螳螂的手出來這個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對 你能做到手間朝下指在這邊 表示你這邊有凝嘛 對 你如果做出來是這個樣子就沒有嘛 對 對 但是後面還是有螺旋的觀念比較硬 他還是把螺旋的觀念放進去 因為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這一段才緊嘛 才結實 這也才穩嘛 這才穩定嘛 你做出來是這個樣子 他不穩定嘛 對 所以他們直線要去 他也要去找那個穩定啊 所以你出來這個走是在這邊 還是在這邊 還是在這邊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你的走在這邊 你要做出來這個時候 這邊當然要有黏嘛 跟詠春是一樣的 詠春也是從長拳出來的 可是當他做這個時候 他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做這些 他還是走不能動啊 他還是要保持到這裡 他這一段非常強啊 他應該是這一段很強 他還是寧啊 只是他的寧是在這一邊嘛 行翼也是一樣嘛 行翼這個出來 他不是也是寧 也是寧 寧 是不是 所以很多門派 他自然而然的 門派 到更高的層次走 走 所以他都是這個樣子 啊 啊